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天来一份由联合国秘书处起草的文件 始终让他念念不忘 他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必须赶快行动 几经考虑后 嘉丽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 希望中国能够派出一支部队 参与联合国驻柬埔寨的维和行动 那么嘉丽为何要向中国政府 提出这一请求 那份突如其来的文件 为何让嘉丽心急如焚呢 自1978年12月 柬埔寨冲突爆发以来 解决这场冲突 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13年来 每届联合国大会 都把柬埔寨问题列为重要议题 并做出相应决议 整个国际社会 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国家 为该问题早日解决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91年10月23日 柬埔寨和平协定的签署 为柬埔寨带来了和平安定的曙光 该协定规定 自他生效之日起 到1993年5月 全国正式大选前 为过渡时期 在这段过渡时期内 由联合国组成的 临时权力机构 简称UNTAC执政 也称连检机构 同时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 进驻柬埔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加利和西哈努克亲王 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 希望中国参与到联合国 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中来 在24号第六天 从巴黎坐飞机 到北京的路上 这时候西哈努克亲王 前外展还有我们代表团的 都在一个飞机上 然后西哈努克亲王就问 他说那你们中国 威和部队怎么样 当时前部长他说 这个威和部队 我们肯定是在 我们还正在考虑当中 我们会积极考虑 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 终结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柬埔寨许多政要 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 与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等 中国老一辈国家领导人 所建立的深厚友情 也早已家喻户晓 同时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关系着整个东南亚局势的 和平与安定 在接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嘉丽的请求之后 中国政府很快接受了 嘉丽秘书长的邀请 警中央军委批准 决定组建附检维和部队 由于这是中国首次乘建制 参与维和 组建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担当此任 自然非常关键 如何派维持和平部队的事情呢 就要正式落到 哪的意识是呈上来了 因为这件事情是个新的事情 我们在那之前 我们还没有过 所以这个很慎重的考虑 外交部和总参部 提前最后中央都同意了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传遍全军 由以某工程兵为主 组建的中国维和工程兵大队 集结至北京燕山脚下的训练基地 日夜进行强化训练 与此同时 国内有关部门 对此次维和行动 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时任首批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大队长 李金勇 对当时国内方面提供的大量帮助 仍记忆犹新 这个工作里面 军委总部 首长 机关 还有海军 空军 还有地方的有关企业 各个部门 都给了大力支持 没有任何单位 讲价钱 讲条件 都是大而无私的 全力以赴的 这是我们 1992年4月下旬 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条文 参加维和的中国军人 一改原有装束 换上蓝色贝雷帽 蓝色领巾 蓝色配张的蓝三环 身着迷彩服 同时右臂配上 联合国维和部队配张 左臂配上 印着China和五星红旗的 中国军队配张 在鞋带上喷成白色 和刷上黑色 UN字样的国产 大中小型装备 威武雄壮的 由燕山脚站的训练基地出发 踏上了奔赴柬埔寨的行程 1992年4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赴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的 第一批400余名冠兵 抵达了位于柬埔寨 西南海岸线上的 邦迅港 这支平均年龄 只有23岁的 中国工程兵大队 初次登场了 世界维和舞台 来到异国他乡 中国维和部队 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他们如何在局势 复杂多变的柬埔寨 站稳脚跟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 这支年轻的队伍 4月23号 到了柬埔寨 报寻港 24号就开始 想组织摩托化新军 向金边开进 大概三天时间 所有的人员 物资装备 都到了金边 柬埔寨境内 河流较多 有湄公河 洞里萨河等 多条重要河流 以及数不清的支流 因此桥梁也多 根据联合国的安排 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的 主要任务是 修复被损坏的道路 和桥梁 以及支援机场建设 营区建造等工程 高军 时任首批 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政委 对于当时柬埔寨 基础设施的状况 他感受颇深 柬埔寨经过十几年的 战乱 应该是满目创意 公路也炸的是 一个坑一个坑的 柬埔寨的桥梁 几乎都被炸坏了 所以我们部队 在开进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修路 如果不修路 也根本过不去的 面对繁重的工程任务 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的官兵 通过实地勘测 制定出一系列施工方案 开始对公路和桥梁 进行抢修 但就在全体官兵 紧张地投入到 修复任务中时 当地的一种生物 却让他们遭遇了 不小的麻烦 高棉民族 它是有舌头的 所以舌头特别多 我们到哪个地方以后 都得要驱使 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战士 一不小心就 路战靴放在床下 早上起来把脚直接 就伸到这个路战靴里边去了 这没想到一条小枝 就对边就钻出来了 所以从那以后 我们要求 凡是穿鞋的时候 都要先把鞋踢倒 然后再穿鞋 防止被悬崖上 柬埔寨是典型的热带国家 受季风的影响 一年中最热的月份 集中在四月和五月 酷热的天气 也是后来到达的第二批 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的官兵们 备受挑战 高温至考 成为中国维和工兵 来到柬埔寨遇到的第一个大麻烦 当时第二批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政委 秦祖新 在回忆起柬埔寨炎热了气候时 也感触良多 北京当时很冷 到那里去以后 因为三十多度 四十度 三十多度 我们有很多战事 包括好多战事 去了以后都收不了 包括我们修柬 驾桥 这四公都穿着长衣长袖 汗水那样的都是 一天下来 整个衣服全是都结了 白眼神的汗季 喝水 但是喝水就要干 鱼桶的那个水 后来参与维和的工兵们 回忆起这段经历 无不自嘲地说道 我们真的很担心自己 被晒化在柬埔寨 1993年3月的一天 在连检机构总部 一排清钢房内 会议室里 一连几夜都没有休息的 连检机构总部 工兵处处长贝德利上校 双眼通红 对着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 大队长马继东 不断用手指 在地图上比划着 并在柬埔寨上丁机场的位置 重重地点了几下 原来根据柬埔寨 和平协定的要求 柬埔寨即将于1993年5月 举行民主大选 饱受多年战乱之苦的 柬埔寨人民 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然而随着大选临近 柬埔寨局势却日趋恶化 由于连检机构 未能充分履行 柬埔寨和平协定 对柬埔寨原有各派武装 收缴武器 以及解散军队工作 开展不力 柬埔寨内部的一些势力 也趁机煽动民众 与联合国维和部队作对 甚至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 有些国家的维和部队 先后有士兵在袭击中丧生 有些国家维和部队的营地 也不断遭到柬埔寨国内 有关武装派别的枪击和炮击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预防不测 连检机构不得不制定了 一份紧急撤离方案 方案中上丁机场 被确定为联合国维和人员 安全撤离的重要通道 即在柬埔寨其他道路 都被堵塞或者被占领的情况下 联合国维和部队 能被空运到上丁机场 再由上丁机场转运到老挝 最后返回各自国家 上丁机场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位于柬埔寨东北部 处于高山峻岭和原始森林的环抱之中 距今边四百多公里 距离老挝边境只有六十多公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但由于长年的战乱 导致上丁机场损坏情况严重 飞机跑道停机均早已无法使用 此前承担上丁机场修复任务的 是上丁省陆桥部 可时间已经过了三个多月 机场修复任务仅完成了三分之一 如果这条救命通道不畅通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联合国驻检维和人员将无路可退 万般无奈之下 贝德利上校想到了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 想把这块硬骨头交给 素以赶打硬仗闻名的中国工兵 上丁机场任务比较艰巨 它主要是联合国人员 要从这个地方来 已经策略到唯一的一个空中路线 因为给我们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要求我们三月二分开始施工 到5月4号必须完成 所以这个任务特别重 接受任务后 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 勘察小分队 跋涉在茫茫原始森林 用七天时间 对上丁机场及周围情况 进行了详细摸底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随即 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 派遣小分队进驻上丁机场 展开了修复工作 白天官兵们不仅被烈日烧烛 还要忍受着作业工地水泥和沥青表面 高达六十多度温度的制烤 晚上他们轮番作业 困了便就地睡在机场的水泥地上 即使在下雨天 为了抢速度 中国工兵们也依然全天候施工 人歇工不停 然而 要想在一个多月内 修复一座面积达六千九百余平方米 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机场 谈何容易 为了解决施工机械短缺的问题 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 联系了驻扎在金边的 中国维和部队工程车队 要求他们立即赶往上丁机场支援 然而 中国维和部队工程车队 处罚没多久 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原来 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 炸断了通往上丁机场 必经之路上的一座桥梁 这座桥 后来被中国维和官兵们 称为多难桥 之所以叫它多难桥 是因为它总是处于被炸断的状态 桥断了 中国维和部队工程车队的施工机械 还能按时抵达上丁机场吗 得知多难桥被炸断后 马基东紧急调遣了 中国维和部队工兵桥梁分队 工兵桥梁分队的战士们 立即对这座桥梁展开抢修 重新架设这样一座桥 对于中国工程兵来说 并不是一件难事 可就在修复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 一个大瓦本 让原本可以顺利进行的修复工作 突然遇到了阻碍 那么战争一流下来 地雷到处都是 所以我们走路 开车走路呢 就必须沿着已经经过扫雷 确认没有雷的道路再走 而且你不能下公路 你下了公路以后呢 有地雷 有的地雷 我们很明显经过雨水冲伤 就看见就是有雷 一说到地雷 柬埔寨人往往都谈雷色变 由于长期战乱 柬埔寨共买有一千余万颗地雷 每年约有六千人 成为地雷的牺牲品 虽然中国驻柬埔寨 维和工程兵大队中 便有扫雷人员 但是柬埔寨的地雷种类复杂 其中有一些塑料外壳的地雷 就很难被传统的碳雷器探测到 由于受到地雷的威胁 中国维和部队工程兵们的施工进度 大大降低 而此时上丁机场的中国维和部队工兵们 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工程车的到来 为了不耽误工期 在上丁机场执行修复任务的 中国工程兵官兵边干边等 没有扑洒和融化沥青的机械 战士们就架起一口大锅烧沥青 锅里蒸腾的热烂 伴随着原本就高的气温 让这支来自中国北方的工程兵部队 饱受煎熬 每天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持续工作 战士们的体能几乎达到了极限 在上丁机场修复过程当中 因为都是手工熬粒青 每天早上起来 三四点钟起来就熬粒青 等到其他的人上班的时候 这粒青要熬好了 就马上浇灌 你说那个温度 粒青周围的温度 都要达到七八十度 然后我们的战士呢 晒的这个烤的身上的皮 就是掉了一层 掉了一层以后呢 牙牙又长出皮了 长出皮了又被烤掉了 就这样是艰苦的去作业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奋力抢修 多难桥终于修好了 中国维和部队工程车队 终于安全抵达上丁机场 工程车队的到来 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 经过四十天的奋战 一个面貌全新的上丁机场 呈现在世人面前 上丁机场竣工的消息 传到连检机构总部 正在开会的联合国 驻柬埔寨维和部队司令 桑德森将军 连连称赞中国驻检 维和工程兵大队的良好表现 称赞中国工程兵们 忠实履行了维护国际安全的义务 上丁机场军工以后 在整个联合国军的总部 掀起了一股上丁热 见到中国工兵就敬礼 军衔高的外国军人 也向军衔低的中国军人敬礼 老师口里边念念不忘地念到 这个中国上丁维尔谷的 老师这么重复着这句话 它是掀起了一个很好的效应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上丁机场修复工程的驯工 是中国维和工兵在柬埔寨国土上 立起了一座里程碑 他们用实际行动提升了中国维和工兵 在连检机构中的地位 这条由中国维和工兵打通的空中走廊 也让连检机构的官员们 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 按照柬埔寨和平协定 柬埔寨制限议会大选 于1993年5月23日至28日 在柬埔寨全国举行 随着柬埔寨大选日期的临近 柬埔寨国内形势也越来越复杂 联合国驻柬埔寨维和部队的安全 也面临着巨大威胁 5月21日晚上11点左右 劳累了一天的中国维和部队 驻思昆营地战士们陆续入睡 突然一道火光 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向营区飞来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一颗炮弹在中国维和部队营区 三分队八班宿舍爆炸 当场导致两名维和士兵牺牲 多名战士受伤 当时医生巨响 战士们迅速都进入地道 当时我们这个地道修得很厉害 地道口就在室内 翻身就可以下去 结果到下边一清查人数 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余世利 当时首发炮弹 命中了他腹部 整个人都被炸飞了 再一个是陈之国不见了 那么很多人就是爬到地面上来找陈之国 陈之国还得掩掩一息 最后他也没有抢救过来 牺牲了 1993年5月26日中午 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 在柬埔寨金边波城东机场 举行追悼会 西哈努克新王在追悼会的留言部上写道 我们对前来帮助柬埔寨的 中国工程兵大队两名战士的牺牲 极为悲痛 对他们的牺牲 我们真正爱国的高民人 除了把他们的名字 捐合在柬埔寨历史上之外 将无法报答他们的恩情 柬埔寨大选后 西哈努克新王完全恢复了 在1970年3月18日 违宪政变前的一切权利和地位 王位委员会一致选举西哈努克为国王 终身国家元首 他发表声明 柬埔寨是一个主权 中立和不结盟的独立国家 柬埔寨应该向全世界开发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友好相处 在西哈努克新王的积极推动下 中国与柬埔寨恢复了全方位关系 之后两国的经济关系发展迅猛 柬埔寨成为中国坚定的合作伙伴 1999年4月30日到5月2日 西哈努克国王和莫尼克王后一行 19人到访云南 参加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幕式相关活动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昆明会见 西哈努克国王一行 世纪之交 江泽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中检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 确定了新世纪中检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合作领域 进入新世纪 中检有意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2009年北京举行国庆60周年大典 西哈努克新网受邀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 站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排观礼的除中国领导人外 西哈努克是唯一的外宾 2012年3月30日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后 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并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一系列经贸合作文件 2012年10月15日 柬埔寨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北京逝世 终年90岁 西哈努克国王逝世后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 分别以不同方式 对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逝世 表示哀悼和慰问 岁月悠悠情意不变 六十年过去了 中简友谊就像西哈努克生前所言 简中之间长期牢固的友谊 像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 永远开放在晴朗的天空下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简各领域的合作发展 必将迎来重大机遇 从而进一步促进柬埔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续写中简友谊的新篇章 中简友谊的新篇章